HELLO 大家好 我是熊林柱 今天大家精讀了一本书 这本书 《许三观卖雪记作者于华》 说老实话 我在开始读这本书之前 其实是怀着一颗坦克不安的心情 因为我看了他的活着 那是非常的悲 但是非常的好 你可以去看我上期视频 但是我就怕这本书也是像活着一样 也是那种悲情到让我心碎的那种 情间的嘛 但是还好我可以跟你搭宝票 这本书并不是很悲 而且写得非常非常棒 非常非常真实 我看他的序 这本书的作者序 我能理解就是 其实这个故事 其实有一定的真实性 它肯定是从一个真实的故事里面 抽取了其中一部分 然后进行一些描写 写什么这本书 如何去解读这本书 其实我觉得 你也不用过分的去解读它 因为它就是讲了一个感人的故事 讲了一个好故事 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中国近现代的时间的一个农民 他通过卖自己的血来拯救自己和拯救家人的一个故事 他非常非常的感人 而且如果你真的要解读的话 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就是说在当时那个年月的话 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情况 对吧 那整个故事情节的推进也是由许三冠主人公 他卖血的这个过程而推动的 那许三冠在这一辈子的话 总共有11次卖血的尝试 而且每次尝试它的目的都不一样 第一次卖血是因为他碰到两个老乡去卖血 他发现到原来还可以卖血去赚钱 那些比较快嘛 所以他卖了第一次血 但是也通过这个35块钱的话 娶了自己的老婆 但是他跟他老婆生下了第一个孩子的时候 他发现到他的孩子越长越不像自己 然后他就怀疑自己的老婆在跟他结婚之前 已经怀上了别人的肿 所以他就对这第一个孩子一直有一种隔阂 觉得不喜欢他 不是他亲生的嘛 但是刚好就是这第一个孩子 跟别人邻居打架的时候 把别人头打破了 别人就要赔嘛 但是许三冠是不想赔 但万不得一情况下 因为他不冷心嘛 从此看了 他的性格还是很善良 他又去卖了第二次血 然后去赔偿了对方 挽救了自己的孩子 对不对 那第三次卖血 就是因为他觉得 我老婆背着我在外面 跟别人有了孩子 对不对 然后心理不平衡 他就去把自己的初恋 也给睡了一遍 出轨了 然后他内心不安 所以刚好他初恋那个腿断了 还又卖了第三次血 去赔偿 去买一些营养品 给他睡的出轨的对象 当然这个事情也爆发了 第四次卖血 就是家里的三个孩子都长大了 生活本来应该是蛮好的 但是这个时候碰到了三天之内灾害 他不得已的情况下来 就是去卖了一次血 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吃一餐面条 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桥段 我就不说了 你可以去看 非常非常的感人 第五次第六次卖血 又是为了他的孩子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是上山下乡 他的大儿子二儿子都被分配到乡下去了 但是大儿子有点吃不消 身体吃不消 然后的话 他就卖了一次血 能够希望给孩子补点身体 让他拿下去 二儿子的话 他就也是吃不消 很苦 他就希望他能够尽早的调回来城市 但是要调回城市的话 必须得要在当地的生产队的队长 要开口说话 要让他调过来 所以他不得也又卖了一些血 希望能够贿赂一下那个生产队队长 然后让他的二儿子 能够早日调回到城市里面来 那接下来 就是本书的核心的一个桥段 也就是第七次到第十次卖血 第七次到第十次卖血 主要是发生在什么 他的大儿子因为 不是说他身体弱吗 然后得了肺炎 那就是已经快要不行了 所以他必须得要把他大儿子送到 上海的某医院去救救治 但是开销非常大 他认为开销非常大 所以他就一路从自己家乡 卖血过去 卖到上海去的那个过程 整个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的桥段 但是在这里我就不剧透了 因为这段确实非常感人 我在看这段的时候 其实提心吊胆 我就生怕许三观 就是到上海的时候他挂了 要不是他儿子挂了 或者是一个大悲剧的感觉 但其实结局还是OK的 那最后一次卖血 也就是第11次卖血 是finally 他想为自己卖一只血 因为他想吃一些好的 但是这个时候 因为他老了 那一月的血头就说 你这么老了 还能卖血吗 你不能卖了 你不可以给你卖 所以他突然意识到 自己已经没有这个能力 去扶持整个家庭 或者是去支撑别人 所以他好好大哭 也就是这也是这本书的结尾 我觉得还是一个不错的结尾 比较温馨 没有死人 至少是这一点 对 所以我个人对于这本书 的一点点粗浅的理解 第一个的话 我觉得这本书里面 没有很多很花里胡哨的修饰 写的是一个很平实的手法 人物也很平实 所以你能真真真正的能够体验到 许三观这个人 其实就是我们身边中的这个人 而且他的一个淳朴的农民的一个形象 你可以理解当时那个社会城市里面的话 那些人是怎么想的 当时的生活状态是一样的东西 而且我觉得在他身上 就是有两个重要的品质 中国人的重要品质 一个是他真的善良 你通过看这么说 你发现到他真是一个很善良很纯朴的农民 第二个就是 很有责任感 你没发现的话 如果你去读的话 你真的能体会到这两个词 那希望我的一点点的解读 会对你理解这本书有所帮助 但是我还是极力推崇 你看完我的视频之后 可以去买这本书 有兴趣的话去读一读 好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